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是二次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 诺败里登陆已经完成 来自美国的一些收藏家 一些艺术家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团队 拿到了当时美国总统的手艺 要向盟军提出要求 哪些艺术品 哪些古老的建筑不能被损坏 那在影片中 克鲁尼扮演的是主要的角色 他跟他的六个队友 这个队友都是 那你说在美国纽约的话 有些人可能是亿万富翁在当时 而他们具有他们的鉴别能力 他们的知识知道哪些是当时 欧洲古文化当中文艺复兴时期以来 甚至更早以来传世之作 而这些作品在阿尔茨大战时 被希特勒被格林给弄走了 当他跟他的队友在阐述着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放弃他们优越的生活 他们要冒死相去 他讲我们所维护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我们的生命理念 如果这个东西没了 作为我们的生命 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维护这些艺术品 我们要保护这些建筑 那是我们生命的方式 生活的方式 而摧毁掉这些 会使得我们的子孙 与我们的生命的过去 失去了联系 完全失去了我们曾经的生命的纽带 在这点上 非常准确地阐述出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中国共产党在统治这几十年里面 斩断了中国人传统的生活理念 斩断了中国人传统的生命理念 斩断了我们世世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现在叫做高级东 以后将将面对的最残酷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现实中生活的普通的中国人 失去了我们传统中国人的根 中间空了 完全被摧毁了 透过文化大革命 透过三反五反 透过这改革开放 我跟你讲 今天的人只剩下钱 一切都用钱来衡量 把自己等腾迷高级动物 但他又认为自己是尊严的 而自己所谓的今天的尊严 摧毁了中国人自己代代相传的人的尊严的理念 纽约时报有篇报道 北京迅速告别了阅兵兰 那这是原英文写的 他就写了一个中文的摘要了 大阅兵结束后数小时 北京的空气中再次充满了这个污染物 一个独立的空气质量监测站显示 自午夜起 污染指数飙升到158 达到不健康水平 部分地区甚至达到180 那一些民众在网络上发表评论 并晒出了阅兵式前后的空气对比图 很多朋友都记得6月11号 2015年6月11号 周永康被砍杀之后 周永康被砍杀之后 北京出现了从很少出现的湛蓝湛蓝的天 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 顺天一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逆天一而为之 怎么做都不成 以这一切的展现 使得今天的科学显得非常的诱嫩 你是无从解释的 人们经其这样的天香的变化 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想重新唤起我们老百姓传统的一些思维方式 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法广 阅兵当天 开国中将张震逝世 死讯被延迟一天公布 新华社 持后一天的报道讲 张震是在9月3号下午5点病逝 享年101岁 张震参加过抗战 55年 被授予中将军衔 是最后一位去世的开国中将 1988年 当时被晋升为上将 张震在逝世的当天 在网上有传闻 结果中共党媒《环球时报》 一度出面批谣 称有关张震中午逝世的消息是假的 然而中央电视台 等到第二天 晚间新闻的时候 才宣布正视张震的死亡 《环球时报》 9月3号辟谣的时候 说张震中午死亡 这是假的 这事对不对 对 他报的张震死亡的时间是什么 下午5点钟 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话 中国人会对这些这样的事情 非常的敏感 这是极端不吉利的事情 对吧 那对谁不吉利 对共产 无论对你今天共产党而言 还是在共产党名下 所谓进行的大阅兵而言 都是不吉利的 因为张震的身份 跟你阅兵士本身 吻合在一起 让你感觉到不吉利 而大阅兵的阅兵蓝 要那个蓝天 那是在河北地区 几千家企业停产 所有北京的员工 都停止工作休息的背景下 展现出来的阅兵蓝 对不对 阅兵结束几个小时之后 骤然雾霾而出 你怎么解释 那这张照片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用过 对吧 蛤蟆上城楼 参与大阅兵 这就是妖怪当头 如果你不相信他是妖怪 那你为什么怕张震那天死的死讯 当你大阅兵时 滚滚铁流顺着长安街 自东向西而去的时候 城楼上站的是一只妖怪 如果你今天不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斩杀他 国家会有答案 那说的那些呢 都是人解释不解释的 那咱们来一个 人解释的 政治斗争 江泽民曾庆红出席阅兵的政治含义 他首先提到美国之音记者当时在现场和其他的境外媒体一起观看阅兵事 但是当人们看到江泽民为首的退休政治老人出现的时候 让他们都感到非常惊讶 他们事先没有想到 事先没想到 就意味着 其实大多数人都认可中共权斗的过程 对吧 那事先没想到的这一句词 本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在今天的过程中 习近平在从老人手里夺权 对吧 这是人们认可的 世界日报副总编在美国之音焦点的对话中表示 江泽民等人站台并不表明他们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 反而显示出他们已经被习近平掌握在手中 我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很清楚了 陈破空先生认为 江泽民上台表明习近平仍没有摆脱旧的政治框架 继三代同堂的政治格局 我相信这个政治框架的概念是指共产党的政治框架 是指共产党体制的政治框架 那我跟大家分析就说 一切都在过程中 张立凡对香港明报表示 这样的重大场合亮相是党内的规矩 习近平让前两任中共领导人在场见证 让他们看到最高的权力棒已经在习近平的手里 这样的象征意义很大 这样的动作表明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最有权威式的人物 阅兵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副政委王健中将 他的断论更加让人引起注意 他说阅兵是忠诚宣誓 是三军将士对党中央习主席的无比忠诚和坚决拥护 这里的党中央就扯淡了 在我的眼睛里就是扯淡了 那你曾经前头那两位都是党中央 谁是党中央 不是人 我跟你讲 不是人 但是这里都表明 不同的人都表明 这是习近平在阅兵 透过阅兵式表明他的权力 那我刚才也说清楚 你记住 一只蛤蟆在天安门城楼上大阅兵 你今天主政的人 不斩妖除魔 明天国家会遇到大难 张立凡对明报的分析还提到 这一番亮相的人不但是为自己站台 也是为自己身后的政治派系站台 我个人觉得这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派系了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是习近平削山头斩掉派系了 根本不存在派系了 对吧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 在阅兵式结束之后 进行的对外宾的宴会上 把这些人就全都轰走了 但是我的眼睛里 我看的最关键的就是 当你大阅兵 出现一只蛤蟆在城楼上 你不把它除楼 国家必有大难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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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